年底就在暑假的时候 都会举办北戴河会议 这个北戴河会议是中国高层在进行 包括避暑而且另一个秘密会议 不过专家说了 今年这个会议很明白 又在为习近平中央集权布施 每年暑假的时候 中共的高层都会举行北戴河会议 有人说这是避暑 大家私底下开个秘密会议 不过也有人说事实上 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 早就运作很多的细节 甚至传出到底有没有开会 都还不知道 不过也传出 其实习近平的新的接班人 好像呼之欲出了 对 这个北戴河会议 每年在7月底到8月初 他在这个北戴河 他在河北省的秦皇岛市 他是一个海水浴場 这个地方其实在毛泽东在1958年 他当时在这个 要推动大妖精人民公社 他就在这个北戴河会议 举行 北戴河举行一个会议 历史悠久的会议 历史悠久 对 这个地方为什么好 他是一个海水浴场 而且四面拐制得非常严格 所以大家这些党内大佬 大到那个地方去 一方面避暑 一方面可以游泳 毛泽东本身也很喜欢游泳 虽然他这个 很多人说他是用浮的 他肚子很大 他是用浮的 不是真的游 不用游就不会掉下去了 不会沉下去 他很喜欢游泳 所以找这个北戴河 这个毛泽东有两个地方 是他的度假生地 一个是北戴河 一个就是江西的廬山 大家都很清楚 所以北戴河会议 又称为叫神仙会 神仙会 所以大家去那边很轻松 很悠闲 甚至带着一家老小一起去 然后在那边度假 然后讨论一些政治的事物 像神仙一样 不要拘泥于这个 北戴的规矩或常规 因为是秘密会议 所以媒体也说怎么 最近都不见习近平 不见高层的官员 所以他们才说 可能在开这个会议 对 因为从7月30号以后 就没有看到习近平跟李克强 有公开的讯息 是 习近平在7月28号 他到了河北省的唐山寺去视察 因为唐山大地震40周年 第二个 7月29号 他回到北京 有两个上将进行一个布达仪式 之后就没有消息了 李克强也在7月30号 就没有消息了 所以外界就揣测 北戴河会议已经在进行了 而且你现在只要在高速公路 往秦皇岛寺的地方 在高速公路上 都已经有非常多的军警 在那边布置 那应该就是在开了吧 但是外界因为没有公开相关的讯息 所以外界一直不知道 你这个会议是有开还是没开 虽然是秘密会议 但是乔东应该乔很多 对 这一次会议 当然我们知道 这个北戴河会议为什么很重要 他所乔的都是党内最关键的事物 举例呢 特别是明年召开19大 就要决定就是19大的 整个政治局的常委的人选 或政治局委员的人选 要选政治局委员 对 我们知道政治局常委是中共 我们可以抓到这个金字塔型的 他的这个全国党代表 大概3000多人 会选出所谓的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政治局委员大概有205人 再有205人再产生政治 中央政治局委员 就是从中央委员上来 是中央政治局委员 有大概是25人 25人再产生7个政治局常委 一个上 7个旁边 然后25 所以在全中国前20几位大官在前面 7个就是我们知道就是整个 他们叫集体领导 这7个里面还有一个就是叫做总书记 所以现在7个人里面有谁呢 有习近平 有李克强 有王岐山 有余震生 有刘云山 张高丽跟张德江 其中刘云山 张高丽 张德江 我们都称为是江泽民的人马 然后另外习近平的人马 就是他跟王岐山 两个 就7票里面他只占两个 另外李克强是属于胡锦涛的团派 另外一个就是余震生比较不清不楚 中间派 所以习近平其实在目前政治局常委 他只有7个人里面 他只有两票 所以习近平他想要把他自己的人马 拱上这7个政治局常委很困难 为什么 他现在的亲信都是中央委员 就我们刚刚讲的第三层 层级还不够高 层级还不够 顶多在19大可以进入到 中央政治局委员而已 一直传说干脆把这个 政治局常委的这个制度 整个把它打破 对 因为现在有可能进入到 政治局常委的人是什么人 都是胡锦涛的人马 他们现在都是中央政治局委员 都在第二层 他们要进入到最上层 就是政治局常委 谁呢 像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 或者我们看到这个 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 或者是国家副主席李源潮 或者是国家副总理汪洋 这4个人是最有可能从第二层的 政治局委员提升为政治局常委 那要一搞 习近平想说 我把这个江泽民的人马给赶走了 又迎来了胡锦涛的人马 我不是持久大 我还是别三一格 我没办法整个主党 整个这个政治局常委 干脆把政治局常委给整个取消掉 大家都是政治局委员 因为加起来25个 25个分母就变大了 他推得动吗 别人不会阻止他吗 这个当然就要修 这一次的北戴俄会议就要讨论了 因为你知道修党章 这个很严重的问题 修党章不容易吧 不容易 因为我们知道他现在的这个 他的亲信 包括我们看到了 现在的浙江省委书记夏宝龙 他也是中央委员而已 他有可能晋升为中央政治局 你说这个夏宝龙是习近平的 习近平他只是中央委员 他可以从第三层升到第二层 就中央政治局委员 但他还不能当常委 另外一个是大家所关注叫做 现在河北省省长叫做张庆威 非常年轻 60后 今年6月习近平到塞尔维亚 去参访的时候 特别带他一起去 他可以说是这么多省长里面 为什么只带他出国 而且他在晚间 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 是中国大陆收视率最高的节目 他在6分钟的节目当中 6次被露面 6次出来讲话 不是 就是摄影机遭到他 6次露面跟在习近平身边 6次就太故意了 对 就是说一般一个省长 他只是个中央委员 他不会有这么高的位阶 陪习近平出访 而且还中央电视台 有新闻联播 这么样的密集的放送 表示习近平非常的重视他 可是像这个张庆威 他也只不过是 中央委员会委员而已 他也是在第三层而已 所以他们张庆威跟夏宝龙 他们可能在19大进入第二层 就是中央政治局委员 可是还是不能到第一层 中央政治局常委 干脆把常委给废掉 大家都是委员 这里面习近平可以安排 比较多他的人马 因为他现在掌握的人马 都是省长级的或省委书记级的 他们大概都是中央委员而已 所以慢慢把他们提升 只能到第二层 他的分母一扩大之后 他可以直接控制 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话 政治常委就没办法作乱 照您这样讲 等于说政治局常委 把它取消掉之后 也取消所谓中国大陆的 隔代接班人的制度 因为他们一直以来都有清点说 假设我现在在位 我可以谁接班 按照你刚刚这样讲 两个人很有可能 就是习近平接下来最大的红人 对 现在大家都讲 夏宝龙跟这个 特别是张庆伟 他50后 非常年轻 他一直培养两个 对 但是我们知道 什么叫隔代接班 就是说我要找一个 我下任 再下任的一个未来的领导人 我们知道历史上最有名就是 当时邓小平 他的接班人是谁 是我们知道就是 本来是胡耀邦 后来1986年的学运之后 胡耀邦下来了 叫赵紫阳 赵紫阳 他本来是希望赵紫阳接班 完之后交给谁 交给胡锦涛 为什么 因为胡锦涛这个人 他是非常的连能的 而且他是非常的 非常的有所有为 他当过贵州省委书记 非常刻苦的 因为邓小平知道 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 在改革开放之后 快速发展 随之而来就贪腐的问题 所以他希望找这个 胡锦涛很务实的 他不浮夸的 他来主持这个未来的大局 所以他本来是希望赵紫阳 完了之后由胡锦涛 可是怎么样 赵紫阳在1989年六四事件 他去支持学生 就他下台了 换谁 换了一个 杀出一个陈咬金叫江泽民 所以江泽民接班了 后来就是胡锦涛 我们知道就是江泽民 他当初他也想培养他的人马 他培养谁 他当时培养的就是 我们刚好就是 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 他本来是希望寄予薄熙来 结果薄熙来被胡锦涛给抖垮了 对 所以也就差语而归了 所以我们知道中共有一个 指定隔代接班 但是指定隔代接班会出现一个问题 月顶是隔了一带 所以对于接替的那个人 会觉得很尴尬 因为我好像随时会被取代掉 所以为什么我们看到江泽民 一直对胡锦涛不满就是说 就玩这种恐怖平衡不是吗 对 可是对江泽民来讲 他如坐针灾 因为胡锦涛就要接他的班 而且他接班之后 会不会清算我江泽民呢 会不会把我的一些 贪腐的事情来处理呢 我们看到现在这个事情 胡锦涛没做谁做了 习近平做了 所以取消隔代接班 当然就等于说是 也可以避免一些 不必要的一个政治的权力斗争 但是对于政治的外来发展 就很不确定 因为谁接班呢 大家就会逗来逗去了 所以反而会把政治 迄入到一个比较不稳定的状态 我觉得习近平要做这个 第一个 他要取消政治局常委 或者要取 这个会牵涉到修改党方的问题 我认为党内会有不同的声音 第二个 他要取消这个七上八下 第三个 他要所谓的这个 我们看到就是他要不要搞隔代接班 这个东西 隔代接班这个东西 是一个政治的惯例 跟七上八下都是政治的惯例 这个比较好解决 但是取消政治局常委 我认为是知识体大 他也会面临党内 反对派的一个对他的批评 我认为对他的一项